文殊势力如来义父如是 以禅定智慧力得法国徒望于三界 而诸魔王不肯顺服 如来贤圣诸将与之共战 其有功者心意欢喜 于四众中未说诸经令其心悦 赐以禅定谢多无漏根力诸法之才 又赴赐于涅槃之城严格灭渡 引导其心应接欢喜 而不畏缩是法华经 好 这一下合法 就是文殊势力如来义父如是 如来的出世正伦转轮圣王的出世 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使命 转轮圣王是要统领事天下 那么佛陀的出世是解决众生痛苦的问题 那么佛陀的出世是有备而来的 他不是随便出世的 他自己怎么样 自己禅定智慧力 得法国土王一三界 佛陀是具足圆满的禅定 指的是福德庄严 智慧是智慧庄严 成就法身净土而统色三界 那么在统色三界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服从 有些人不服从 谁不服从呢 魔王不肯顺从 这个魔王指的是我们内心的烦恼魔 所以如来呢 就派遣三岁的弟子啊 跟这个烦恼作战 就四地舌夜六度等等 那么其有功者 这些修行有功的 果然把烦恼调伏以后啊 佛陀就欢喜了 就在租金当中啊 赏识功德 实力呢 内心能够欢喜安稳 那么佛陀一开始对我们凡夫赏识什么呢 赏识禅定 解脱 无漏的 这个 五根五粒 就三十七道品 种种的功德法材 进一步呢 再进一步有成就的 出国以上的 就赏识他涅槃之城 就说 哦 你们终于留生死了 有一个 涅槃提进 可以休息了 那么佛陀以这种种种的赏识呢 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引导其心 另接欢喜 但是呢 佛陀不会赏识 法华经的 一佛称的功德 不能赏识的 这不能随便赏识的 就对我们凡夫来说啊 当然佛陀不赏识 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 因为我们大胜善根不成熟的话 佛陀说法是这样 佛陀说法有两种说法方式 一个叫随情说 一个叫随自说 这种大事说这样子 说一般的情况 佛陀看到你 就你今天遇到佛陀 佛陀发现你这个大胜善根不够 你喜欢追求 就是奥威大师说 我们一般人追求 尽小之骨 我们一般人休息了 就跟海豚一样 海豚做了一个美好的表演 它马上要主人 马上赏识它 一只鱼 一个食物 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们追求尽小之果 不求求演之大道 就是没有几个人 演大事项 我要开选自信的功德 没几个 没几个 我们在修学佛法 我们要怎么样 马上看到结果 就这样子 最好是今生就看到 我今生不失 我什么今生还要那么贫穷 最好是今生看不到 起码来生看到 那么佛陀怎么办呢 佛陀也没办法 看到你这样子急功耗利 追求小果 佛陀怎么样 只能够随情说 随着你的感情 先满足你的需要法 我们在三界火灾当中 很多人就是 不要跟我讲什么 真主本性 我赶快离开三界要紧 佛陀说好 那没关系 你修师弟十二因言 你把你的内心完全放弃 完全 投入到师弟法 我保证你得到涅槃 就是放弃心性 追求涅槃 但你不能怪佛陀 不给你最好的东西 因为你就这种根性 你就这种根性而已 佛陀怎么样 引导其心 另接唤醒 因为你这种根性 后面会说 因为你听了以后 可能你还毁谤 所以佛陀只能怎么样 先礼意过前 再临终佛事 只有一种情况 佛陀随之所 就是 佛陀把用他的智慧 讲出真实的功德出来 就是你一善根准备好 才会随之说 所以佛陀所有的赏识 他是最后 才赏识滑滑镜的 是这一个情况 好 我们看 子二的语注意 前面是 没有赏识 魔力宝珠 这语教人一直讲 什么情况是赏数 赏识魔力宝珠 先看批语 看经文 文书实例 如转伦王 建筑兵重 有大功者 心甚欢喜 以此男性之诸 久在季中 不忘于人 而今已知 那么只有一种情况 例外 就是这个转转圣王 在同里三寸的弟子 去打仗的时候 有一种人 有大功者 他是精进勇猛成就 大功劳 就是这个成败 关键是他决定的 这个时候 转转圣王 心生欢喜 才把这个男性的魔力宝珠 他长久跟随 这个转转圣王的 才把这个转转圣王 这个宝珠 拿下来 送给他 所以 这就说明了 那么多人学佛 为什么很多人 你看他学习啊 一下就徒徽猛进 因为他得到魔力宝珠啊 诸位 你还是在穷实打工啊 你看有些人 你看他学佛 十年过去 二十年 三十年过去的 你看他没什么改变 没什么改变 你的生命当中 他的本质都没改变 他就在无量的妄想当中 多了一点 资良力 多了一点 不失的资良 实践的资良 他这个颠倒 妄想的本质都没改变 因为他没得到魔力宝珠啊 就是 同样的进入佛法的法性大海 的确每一个人得到的赏识不一样 但是这跟佛同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根基 就如此 你追求的是一个糖果 你追求一种尽小之果 佛陀只能够随顺你的心意 令你欢喜 只能这样 但是有一种人 他上根墙 那佛陀 这个转龙色王给他魔力宝珠 我们看何法 看经文 这地方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如来义父如是 于三界中 为大法王 以法教化一切众生 剑贤圣君 与五阴魔 白脑魔 死魔共战 有大功宣 灭三谷 出三界 破魔王 好 这个是佛教界里面的特殊人物 就得到大赏识的 同样学佛 但他收获最大的 我们看他是怎么回事 如来义父如是 那么佛陀在三界中 成就到法王以后 对于这种特殊根基的人 佛陀先用三寸的拳法 来教导他 干什么呢 跟五阴魔 烦恼魔 跟死魔作战 首先 我们修行面对的是 我们的五阴的果报 射受小行事 因为他躁动不安 你坐在这个地方 你坐个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你就开始躁动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在动 射受下 所以佛陀要我们 直接修定 安稳你的五阴 先把你的这种躁动的状态 安稳下来 所以这个凡夫很难修行 不像圣人 圣人他一坐下去 你看他坐下去 你六十小节不动 所以他的进步能够快 他那个凡 一凡风顺 我们凡夫的船 就是离这个陆地太近 用地心引力 进步很慢 就是我们这个果报体 这个五印 躁动不安 佛陀先安稳你的五印 第二个 开始 用智慧 破烦恼 最后 了身脱死 那么这种 有大善根的人 佛陀不但跟他讲 三称的全法 消除三毒 出离三界 更重要怎么样 破除魔网 就关键了 这个魔网就是我法二指的 特别是法制 有一种人 是得不到赏识的 得不到赏识的 得不到魔力宝珠赏识的 所以这个法制特别重 我们看金刚经对法制怎么说 他说有一种人 他修佛法的法门 他到达彼岸了 但这个船 他不愿意舍弃 他背着船 在陆地上走 这个就是什么样呢 他不知道说 用如梦如幻的法门 消灭如梦如幻的烦恼 重点是安住一念心细 他没有这种概念的 他认为说 我法导很重 这个法是真实的 我把我的身心世界 完全放弃 我一昧地投靠法上 然后呢 然后我就坚固地 住在这个法 这种人得不到 华华金的赏识 不可能 而因为你遇到华华金 你会毁谤的 你跟他讲说 一切法 唯心所谢 他不相信 他这个涅槃是唯心所谢 他说 这个涅槃对我来说是 观山界如牢 是生死如烟江 我做梦都梦到涅槃 你告诉我涅槃 如梦如幻 他会毁谤的 所以只有这种大根祭的人 他调伏烦恼 成就涅槃以后 他才能够勇敢地走出涅槃 去向真路 这种就是破魔金网 他不但是调伏烦恼 他还消灭法治 那这个时候 佛陀给他大赏事 看经文 可时如来一大欢喜 此法华经能令众生致一切致 一切世间多愿难信 先所未说 而今说之 那么佛陀 佛陀对于这种能够利用法门 解决生死以后 又不执着法门的人 佛陀内心是深大欢喜 我终于可以把这个法华经的魔力宝珠 赏赐给这个人了 因为他能够使命众生成就一切致 宗道的智慧 但是这个法门有一个问题 一切世间多愿难信 众生莫再苦 越痛苦的人 他就越想抓住一个东西来做依靠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难信 甚至于毁谤 所以佛陀不随便地先说 持有在你的法职消灭的大圣善根成熟了 佛陀才会把法华经的功德赏赐给你 我们看第三章的结识 欠修 文书师里 此法华经是诸如来第一之说 于诸说中最为甚深 莫厚自语 如比强力之王 九户明珠 今来与之 文书师里 此法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葬 于诸经中最在其上 长夜守顾 不忘宣说 始于今日乃雨如等而敷衍之 那么这段做一个总结 就是文书师里 佛陀告诉了一句文书师里 这法华经的一佛正法门 是诸如来究竟严满之说 在整个佛陀的一代使教当中 最为深庙 最为殊胜 所以佛陀才会在最后的灵灭度之前 把这个法门献说出来 就好像转文圣王 他长久以来保护他的头顶上的魔力宝珠 只有最后真正有大功劳的 才把这个魔力宝珠赏赐给这个有功之人 文书师里 此法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葬 这个秘密之葬 就是说 法华经的生庙 就是 你不容易理解 你说这个真如本性 就是你的妄想当中有真如本性 说 急妄是真 说 你这个流浪的乞丐 其实你就是大负责者的儿子 所以你这个人有两种身份 就是 你 也可能是生死凡夫 你也可能记住无量的性功德 你同时记住这两种身份 当你迷惑的时候 当你向外攀岩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标准的生死凡夫 当你把花花经读一读 开始回欢欢赵罗斯 你变成了大负责者的儿子 这件事情很难相信 就是 你同时两个身份 所以说你说 那我到底是什么 你说你悦章深重也对 你说你记住无量的性功德也对 一念名生死后了 你要向外攀岩 你就是生死凡夫 悦章深重 说的就是你 你要回欢欢赵 你就是佛陀的真实的儿子 就住在佛家 跟佛陀共享无量的功德 所以这个花花经是不失意境的 所以这个是佛陀法门里面最深妙的 最难讲清楚的 这不像布施 布施成就福报 谁去修都是这个道理 但是花花经就是 他一念名生死后了 一念物轮回遁形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思议 在整个经典当中是最殊胜的 所以佛陀 长夜守父 不忘先说 到了临终之前 大众生大圣上跟成熟了 才正式的开眼 好